大家好,我们是在美国给大家说一下新闻 白宫去年9月正被警告美国或发行大流行 当时是有流感,从墨西哥传过来的 后来是纽约传过来的,就是新冠 从亚洲传过来的是新冠 平权还是搞特权 洛杉矶县下周发起给黑人优先权动议 这个是做的有点过分了 洛杉矶一家四口回国后确诊 南航差一例就熔断了 一家四口确诊就是五例 它就等于熔断了 川普逆行政令称人口普查不包括无证移民 回国前需核酸检测 可视这一家24小时出结果 华裔民权人士呼吁投票阻止歧视方案 PRO-16 乔治亚州政府发生内讨 圣开博酒吧一男子被捅三刀 警方展开了调查 美国在南中国海战略的利益 下周一国会就新纾困计划谈判 现在是特朗普提出了有纾困计划 民主党也提出了自己的纾困计划 共和党提出自己的纾困计划 母努钦考虑完全豁免小型企业的PPP贷款 这就是之前豁免一部分 现在是完全豁免 谁带到了谁就可以 把这个当钱花了 十年最热 本周末90%的人都将接受高温的挑战 中国的A股全线下跌 是割韭菜还是市场回调 美国18周处于紧急状态 一天了新增7万 凯撒集团以173亿美元被收购 影响范围覆盖全球 州长宣布最新的开学令 南加州说有线全部上网课 万众瞩目的太平洋航空表演展 确认取消 全球载务创历史记录 美消费者信心回退 枪击案在激增 纽约怎么了 纽约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纽约就频繁的出现这样的问题 现在 新冠是大势已去 所以现在 等于是 特朗普 只有放大招 才有可能 去连任 中国天问一号备战火星 准备火星了 南加大 好几个学生 确认新冠了 有中国留学生吗 确认 疫情及中美关系恶化 进一步拖累洛杉矶港 洛杉矶做中美贸易 这个非常大的 大型超市纷纷爆出 员工确诊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呀 西科维纳警长 及多名员工确诊 警局和市政厅关门 洛杉矶1.03亿 族房补贴申请 与今晚12时截子 有的需要可以申请 洛杉矶给提前退休员工 最高8万补贴 或9月强制员工休假 更多的 向Lowers加德堡要求 客户必须佩戴口罩 现在口罩在 个人防护设备不到位 河滨县 医护人员 周五大罢工 河滨县是非常严重的 确诊的非常多 超市成为燃疫的热点 Target 沃尔玛等爆出 员工确诊 洛杉矶官员称 工作场所是洛杉矶 病例激增的源头 美国重新部署 对华计划 超过100名的外交官 包机飞回中国 洛杉矶男子 诈欺了900万 PPP贷款 去拉斯维加斯 好赌 现在赌城是开了 有很多人打听 说怎么去赌城呢 南加州患者 康复后再确诊 紧急送医 国际奥会 宣布大动作 那个 清奥会 推迟四年 林郑月娥 称 在美没有资产 纽约时报称 中国在官方 监广程序外 测试新冠疫苗 扎尔伯格 看不下去 说 怎么还有人 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的 简直是 千奇百怪 不戴口罩 有各种的原因 宗教的原因 有说 无法呼吸的原因 有的说是 我是不自知戴口罩的 你是自知戴口罩的 所以我不能戴口罩 所以理由 千奇百怪 有反制的 有这种 就是相信特朗普 说是假消息的 各种都有 所以 这是张大东 在美国的 加州 南太号湖 给您带来报道 您的订阅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 大家 谢谢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